107年5月12日 佛教孔雀明王寺开城别院 这一天举办隆重的 潮山玉佛人游会庆祝活动 一大早续日缓缓从东方升起 法师带领信徒 于龙潭国小袍伦分校旁的提防道路 聚集在这里要展开虔诚恭敬的潮山运动 开城寺原坐落在小礁溪孔雀山半山腰 后来基于安全考量 在山下的袍伦村农地新建寺院道场 信徒随着法师 在佛经中三步一跪拜地朝向开城别院 是修行中相当难得的机会 法师引领大众 巡礼寺院周边环境 信徒越走越有信心 借由一步一步朝向寺院 来培养个人的毅力 锻炼自身的体能 此外 潮山也是一个秉除 贪嗔痴一闷的机会 参与的居士们 以虔诚的信念 两旁义工菩萨合掌 迎接潮山信徒走进寺院 在师父的带领下 道众朝向佛陀的怀抱 音乐 雖然短短四五百公尺的堤防道路 大家步行一个多小时 绝对潮山有更深切的体悟 比如我们在三度礼拜当中 我们来称呼佛号 我们可以聊心聊气 我们三度礼拜当中 我们真身则腰 可以博弱健 我们在三度礼拜当中 参与家废人 可以台独养生 所以潮山可以拜祉健康 拜祉祝贵 也可以参与亲密化 孔雀明王寺开成别院 自新建以来 就有众多信徒感念建如法师 积极将师传千年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重新校定排版 不仅修复明王经 并在世界弘扬孔雀法 寺院信徒披荐老和尚纪念堂 这一天举办简单 隆重的落成仪式 建议长老的慈悲 能够把佛华 孔雀明王 红船给大家 让大家都会很大的福报 可以受命百岁 富贵吉祥 阿弥陀佛 所以才有这样子的 这么庄严的别院 还有他的这个纪念堂 那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常常来护持 也希望能够得到孔雀明王的加持 大家都可以 受命百岁 富贵吉祥 阿弥陀佛 其实在老上的一个纪念馆的一个落成 我们在谈到一个开山堂 其实就是 我们不管从老上 在弘扬孔雀法 或者是从师父的一个带领之下 能够把孔雀法一脉相传 我相信这个开山的一种的意义 其实就是一种法的一个传承 我们更为贴切 孔雀伙伴的主艇 也就是开城团师 他也是三个人 我们的建筑老和尚 我们的导师 我们的大和尚 还有他的徒弟 祖雀法师 艾亚 把这个孔雀法 遍布整个 我们讲没有国界 全世界 太厉害了 冥王碑艳杜友情 孔雀书胜利秦伦 吉时到 请接牌 冥王碑艳杜友情 都为大德与森仲 一起见证老和尚纪念堂的揭幕仪式 并且来到贱如法师 并且来到贱如法师庄严的法相前 能够把孔雀冥王法能够把孔雀冥王法能够把孔雀冥王法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最大的感恩的心 红法与法师庄严合 freedoms 伯随他 小王法师庄严的发生 舍归他的生命 所以他真的很伟大 在活教界 他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敬佩的老和尚 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 来奉养活泼 庆祝佛诞节的活动 则是在这群可爱的小朋友 当起献贡礼生的进场活动中 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为了让佛教向下扎根 孔雀明王寺开成别院 庆祝佛陀圣诞 邀请幼童国中小学生一起参与 家长们看见平时活蹦乱跳的孩子 一下子都安静下来 依照仪轨礼尽拜佛感到十分欣慰 越来越小 头上很高的 后面都看得看得 这么小他居然能够有这个福德赞根 真不简单 所以重点是颁发糖果 那我们大家一起持终孔雀明王寺 欧阳明王寺 欧阳明王寺 믿 fizer 衙篃县共佛斋僧功德会集大批义工 也前來響應開城禪寺 殊聖的育佛節活動 並且感謝指導法師 對共佛摘森的支持 我們在西亞共佛在身 雍道一點跟明廟話 由我們開城禪寺師 主義 這點花錢 只要帶同戀國 國下人口味 雖然孔雀明王寺 開城別院還在興建當中 但是多數信徒都自告奮勇 前來擔任寺院的義工 慶祝育佛節這天 有人負責摘棠主舟做甜點 有人主動安排活動流程 讓來到開城禪寺的信徒們 有如返家一樣溫馨 全家老老少少 一起為佛太子御佛 洗涤身心靈的障礙 清靜靈性 祈求佛陀和佛母的加持 祈願家人平安健康 希望你會起床 精靈神 希望你會起床 自身心靈時 靨 寅僅 寅僅 工